欢迎来到Squish Month 当我们扣在一起的程式活动 在你打开军音页面的活动连结后 会看到这一个创作法 接下来请用滑鼠点击打地鼠的程式范例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试玩一下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的规则很简单 就是看看我们在20秒以内可以打到几只地鼠 每一次用滑鼠点击到地鼠就会增加一分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每一次地鼠出现的时机都一样 而且都是每隔两秒钟 从洞里冒出头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游戏就太单调不够刺激了 刚刚我们提到了游戏的随机性 想一想 如果我们要在打地鼠的程式里加入随机性 程式应该要怎么改编呢 接下来请你按下画面右上角 切换到程式页面的按键 记得先登录你的Squish账号 然后按下画面上方的改编按键 这样打地鼠的程式 范例就会复制并且储存在你的账号里面咯 打开程式 我们发现总共有四只地鼠的角色 基本上因为每一只地鼠的角色 动作以及行为都是一样的 所以除了地鼠的定位坐标指令不同之外 每一只地鼠的程式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哦 我们可以从游戏开始的事件指令后 发现地鼠从动力冒出头来 是由这一段重复回圈的程式来控制的 在回圈里 等待两秒钟的时间指的是 每一次地鼠出现的时间间隔 如果我们希望地鼠的出现是随机的 那么就要将这里原本固定等待两秒钟 改为可以变动的数字 也就是使用随机取数的方法 我们在运算积木的类别 可以找到随机取数的内建变数 接下来我们将这一个变数 放在等待时间的指定积木里面 然后加入一个数字取样范围 比方说随机取数1到3 意思是说 每一次执行到这一个指令 便会从数字1或2或3 随机来指定一个数字 如此一来 每一次等待的时间 也就是让地鼠冒出头的间隔时间 就会变得无法预测咯 我们已经为第一支地鼠加入了随机信之后 相信你已经知道 第二支到第四支地鼠应该如何加入随机信了吧 让我们将随机取数 也加入其他的地鼠程式里 程式完成了 加入随机信之后的打地鼠游戏 让我们来操作看看吧 现在的程式是不是变得更有挑战呢 OK 现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比赛 看看谁的得分最高 你也可以改编这一个专案 加入更好玩酷炫的元素 让你的作品变得更有趣 当你的作品已经完成了之后 记得按下分享键 让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你的作品哦 今天的当我们扣在一起 城市活动就到这里咯 因应今年五月是Squitch推广月 我们将在每一周推出一支教学影片 欢迎老师 爸爸 妈妈 跟着孩子一起和我们边学边玩城市 请密切锁定我们下一周的分享哦 拜拜 拜拜